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会介绍给大家新的一种水果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葡萄是怎么种呢 然后它比如说不好的质量 我们要怎么去改良它 我们使用什么方法 今天我会介绍给大家首先是怎么种植呢 因为葡萄是属于一种属于比较好吃的一种水果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给自己种一些葡萄给家里用 像我们看我的这颗葡萄种了大概一个月 现在它开始爬上来慢慢的开始 然后它是一种水果比较喜欢太阳 然后温度不要超过35度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种 一般到冬天的时候它的叶子会落掉 然后过了春节它的新的叶子又出来 然后开花 然后它有一种特性 就是比如说它开花结果之后 然后我们收成之后呢 就等它重新再蒙芽的时候 比如说像它的 有时候它开花结果 然后我们收成完之后呢 我们再它的这个嫩的叶子 我们再掐一个掐掉 然后它从这几个地方 它又重新开花 好这样子 我们掐了再嫩芽 它又重新再蒙芽 然后再重新开开花 这样 这是它的一种特性 就像巴勒果一样 我们掐了嫩芽 它会重新再开花 这样我种了一个多月 然后大家要注意水哦 因为温度也是 因为它是属于一种热带啊 热带 因为我们葡萄是很多种 可是有很多种也适应热带的气候呢 所以我们它希望太阳 温度不要超过35度就可以 然后有时候它我们要 施肥给它了 然后水 首先是阳光 第二呢就是水 水问题 我们要注意这两点 然后它有时候也有很多害虫 可以肯这些椰子哈 所以我们要 经常去看 特别是晚上 比如说这些嫩的椰子 晚上都会被一些害虫 会这样肯掉哈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的 嗯 除了这个种植方法 我们是要怎么 使用其他方法去种植 然后去去改良它 比如我们种一个不好的 啊 葡萄我们可以改良它 像我们啊 这个葡萄是本来一种不好的哈 啊 大家可以看 上面我已经全部已经剪掉哈 就剩 剩下一条正在活的 然后我已经使用方法改良的方法 好我们先看这里 我已经做改良哈 做这个佳街改良哈 原来是 啊 我的 这个葡萄呢 是很色的哈 味道是很色 很难吃的哈 所以我是使用 另外一种好吃的哈 啊 然后 一个月 加接 的过程 我们现在看结果 很漂亮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再加接的方法 然后加接的话 我们啊 就留那么一段 大概 不会超过十公分长的枝条 我们再直接在 啊 它的 小枝条 再擦上去 然后 再用这个超薄泥去包 因为我 经过 一段时间中和观察 我觉得 葡萄也是 处于一种 比较容易 加接的一种水果哈 所以 效果也是很高 啊 大家看这里 也可以看得到 哈 我在 让大家看一个更清楚了哈 怎么弄呢 OK 它是会这样爬哈 然后这边 啊 大家也看 看得到 但是我已经加接了哈 已经能往加接了 然后 这地方 我们 我们看比 比较明显的一点哈 啊 往上看这里呢 好 OK OK 这个呢 就是我已经 弄了 加接 啊 加接完的结果是 这样子 一个多月的加接结果 然后现在它发展很坏很漂亮 因为原来它的 已经发发展很好 所以我们加接完之后哈 然后我们加接 等这个枝条蒙 蒙发之后的过程 我们要注意 一些哈 像 下面哈 我再让大家再 看清楚一下 哈 大家看到下面有 有个 啊 芽点正在门发吗 哈 这个 这芽点呢 我们一定要摘掉哈 要拿掉 不能留这个芽点 如果大家留 这个芽点的时候 会影响到这个发展 我们现在是全部集中营养哈 然后养这些 加接的这些枝条啊 所以我们要摘 摘 摘掉这个 我已经摘摘掉 让它全力养 这这两个哈 OK啊 所以我们当我们做 加接啊 葡萄 然后加接其他也是一样哈 我们看 看下面了 哈 这里 有个正在蒙发 我们也会把这个 拿掉 让它所有的营养都 集中 啊 在这个加接的 这条上面 OK 这样 OK 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到吗 这样 可以看得到啊 OK 所以有些不好的 啊 啊 葡萄 大家可以给自己弄的啊 改良 加接 让它有个新的品种 OK 像这里 像这里 OK 像 它发展越来越快啊 啊 因为在 这个家街的这一点 它已经 正在 密合的过程 然后 啊 密合的过程 越来越完善 所以它也 越发展 越快了 啊 大概快快20公分 才几天而已 每天 每天 它可以生长大概5公分啊 啊 每个晚上啊 所以在 啊 当它正在发展的时候 我们要 注意到它的水量 一定要 灌水给它啊 啊 OK 这样子 所以 比如 太阳大的时候 温度高 我们是 几乎每天 都要 啊 叫水给它了 啊 像 这个 也是一样 啊 今天我的视频 啊 到这里 哈 谢谢大家已经来收看 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已经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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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哈哈哈哈